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想吃肠粉不用出去买,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做 找起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好吃营养又不上火 今天和大家分享颜值和味道同时在线的果蔬肠粉 肠粉想要好吃,料汁是关键 做肠粉之前,先教大家做一个秘制料汁 商用家用均可 稍后我会将这些食材打在屏幕上方 接下来调料汁 一勺生抽,加入3-5倍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鱼露 一勺肠粉调味料 没有的话也可以用鸡精或者鸡汁来代替 最后加入三四块冰糖,搅拌均匀备用 锅内加入食用油 油量和平常炒菜一样就可以 凉油,直接把这些香料全部放进去 小火慢炒,激发出香料的香味 炒至干黄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小火慢煮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之后把料渣过滤出来 料汁就做好了 火龙果和菠菜 装入纱布袋挤出汁液 20毫升就够用了 小香葱切碎 火腿肠切碎 还可以加入猪肝瘦肉 虾仁等自己喜欢的食材 调粉浆的比例是一杯半的清水 加入一满杯的肠粉 肠粉我买的是现成的,配好的 今天我们做三个颜色的,一个原色的,一个菠菜,绿色的,还有一个火龙果,是红色的 我们都是按照同样的配比 先把面浆兑好 做肠粉和凉皮不需要顾色 只用纯正的果酥汁就可以,什么都不需要加 最后在每个面浆里滴入几滴食用油 咱们的面浆就准备好了 另外找个空碗打入两个蛋液,搅散开备用 所有工作准备好之后,我们开始上锅蒸 长粉盘不用刷油 直接舀入两勺面浆 面浆平铺均匀 舀入一勺蛋液 再撒上香葱和后腿肠 水开之后上锅蒸 大火蒸50秒钟即可 时间到了以后鸡蛋会鼓起大泡 表示已经熟了 后面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完成 托盘从锅里取出来之后不要着急刮下来 量至40秒钟 第一托盘不烫手 第二更容易刮下来 而且也非常Q弹筋道 最后把汤汁浇在上面 美味集成 大家看看怎么样 好吃简单又营养 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再见